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观看希望看新闻节目 我是亭芳 今天是北美时间11月2号星期一 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有 多家媒体转向支持川普连任 大主教宣布神政排兵布阵帮助川普 史无前例 美国已批准向以色列出售F22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详细内容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之子亨特的电脑硬盘门 一个比一个劲爆 最令人大叠眼镜的是 一些过去中立甚至反对川普的媒体 也开始纷纷转向支持川普总统 最新进展示 曾六度夺得普利策奖的宾州匹斯堡邮报 也开始发文为川普背书 10月31号 匹斯堡邮报以董事会名义发表文章 表明该报支持川普连任的立场 这篇文章赞扬了川普就任美国总统近四年来言行一致 真正把美国国家利益放在了第一位 他果断采取行动致力于把完全不受约束的自由贸易 转变成有序的公平贸易 在中共肺炎疫情发生前 在川普的领导下 美国的经济获得了蓬勃的发展 如同1950年代美国经济的黄金时期一样 文章写道 再看看你401K退休账户存款在过去三年的数字 美国非议人口的失业率也比以往任何一位总统执政时都低 该文指出 在川普政府的努力下 美国第一次成为了能源独立的国家 多亏了川普 美国中部再次出现在地图上 阿巴拉契亚人和实心制劳工有了一些希望 匹兹保邮报认为 川普对中共肺炎疫情的应对并不完美 但文章同时也强调 没有人可以掌控瘟疫 而且事实上 川普过去和现在针对地场瘟疫所采取的举措都是正确的 这篇文章同时还警告 如果拜登和贺锦丽上台掌权 他们很可能会使美国的经济变得更加糟糕 文章直言 拜登和贺锦丽的选票将给我们带来更高的税收 和一个像恶霸低头的保姆国家 而不是以史为鉴建设美国 文章指出 一旦拜登当选美国总统 一定会在面对中共政府时软弱无力 而他们所宣扬的那些疯狂的梦想 只会让美国经济和最需要工作机会的人付出代价 文章直言不讳地指出 拜登太老了 而且很脆弱 无法胜任总统的工作 如果拜登当选 他甚至很有可能无法完成任期 而作为副总统候选人的贺锦丽 表现也不够成熟 看不出他为当总统做好了准备 川普则不同 虽然他的年纪也比较大 但他看起来很健壮 而且精力充沛 作为川普的副手 彭斯也十分靠谱 随时可以接班 文章最后写道 我们尊重并理解那些有不同看法的人 也希望总统可以变得更有尊严和政治家风范 文章同时呼吁 每个美国人都必须下定决心 做自己认为对社会和共和国最有利的事情 资料显示 匹兹堡邮报是大匹兹堡地区最大的日报 其基本政治立场属于保守派 但近年来倾向于自由派 而且自从1972年以来 该报从来没有为任何一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背书 直到这次发生了明显转变 事实上 最近几天不断有一些过去的政治立场比较中立 甚至一度反对川普的媒体出了发声 表示支持川普竞选连任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曾经八度夺下普利策奖的波士顿先去报 这份报纸历史悠久 已创刊174年 该报虽属保守派媒体 但过去16年来 一直不曾替任何总统候选人背书 在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 该报曾明确表示对川普和希拉里都不认可 但10月27日 《波士顿先去报》发表社论正式表态 支持川普竞选连任 该社论批评了左派无理性反川普的立场和行为 并对拜登的竞选纲领提出了强烈质疑 批评拜登想提高公司税率的政策 认为如果那样做 将会导致普通工薪阶层的工资和消费大幅度下滑 而且导致企业迁离美国 尤其是在疫情仍然肆虑的当前 实施这项政策犹如雪上加霜 这篇社论也特别赞扬 疫情爆发前 川普领导下的美国经济取得了辉煌成果 2019年失业率降到50年来的最低点 3.5% 非议美国人的失业率维持在5.5%的最低水平 道琼斯指数也从川普刚上任时的大约19,000点 攀升到疫情爆发前的26,000点 社论最后指出 川普反对削减警察资金 以强势的态度要求中共政府 为疫情爆发过程中的疏忽负责 并且以美国利益为优先来衡量贸易 国防 立法 以及经济问题 这些都是美国人民应该支持川普的理由 除此之外 以下媒体也在最近几天发表报道或评论文章 明确表示支持川普 他们是华尔街日报、纽约邮报、圣塔巴巴拉新闻社 拉斯维加斯评论报、斯波坎市的言论评论报 西达拉皮兹市的公报和华盛顿时报等等 10月25日 天主教前任驻美国大主教卡洛·玛利亚·维格诺 向川普总统发出今年的第二封公开信 指一场善恶的生死大战正在展开 全能的神正在排兵布阵帮助川普这位守护者 信中大义说 正如我在6月份给您写信所说的那样 这个历史时刻 邪恶势力已经结盟 显得强大而有组织 而光明之子却迷失了方向 失去了组织 被他们属士和属灵的领袖所抛弃 我们看到各国元首和宗教领袖 都在迎合这种对西方文化及基督教灵魂的自杀行为 而公民和信徒的基本权利 则被以健康危机的名义剥夺 而这种健康危机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 它是建立一个非人道的隐蔽暴政工具 一个名为大重构的全球计划正在进行中 它的设计者是一群全球精英 他们想征服全人类 采取强制措施 彻底地限制个人和所有民众的自由 在世界领导人背后 他们是这一地域计划的帮凶和执行者 有一帮不道德的人物 在资助世界经济论坛和Event 201 指全球瘟疫大预演 推动其议程 大重构的目标是强行推动健康独裁 强行扼杀自由措施 其背后隐藏着确保全民收入 和取消个人债务的诱人承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出这些让步 其代价是放弃私有财产 遵从比尔盖茨与主要制药集团合作 推动的一项COVID-19和COVID-21疫苗接种计划 除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激励这些大重构的倡导者之外 在实施疫苗接种的同时 还将要求提供健康护照和数字身份证 并追踪全世界人口相互接触的情况 不接受这些措施的人将被关进拘留营或被软禁 他们的所有财产将被没收 为了达到此目的 进一步实施封锁的计划将会实施 官方将以所谓的第二波和第三波大流行为理由 在其设计者的意图中 这场危机将使各国诉诸于大重构的做法 变得不可逆转 从而给世界以最后一击 彻底消除这个世界先前的存在和记忆 主流媒体这个帮凶 各种欺骗 丑闻和罪行却被曝光了 直到几个月前 人们还很容易把那些谴责这些可怕计划的人 污蔑为阴谋论者 亲爱的总统先生 正是您 才是阻碍涉案势力的人 是黑暗之子最后攻击的人 为此 有必要让所有善良的人们认识到 即将举行的大选的时代重要性 不是为了这个或那个政治纲领 而是因为您的行动所带来的普遍歧视 在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 最能代表这个世界 我们的世界 那个他们想通过封锁手段抹去的世界 在您的周围 聚集着那些带着信心和勇气的人 他们认为您是反对世界独裁的最后一道防线 另一种选择是投票给一个被深爱势力操纵 被丑闻和腐败严重损害的人 他将对美国做出豪尔赫 马里奥 贝格里奥对教会 孔特总理对意大利 马克龙总统对法国 桑切斯首相对西班牙等等所做的事情 乔·拜登有把柄被人捏在手里 将被肆无忌惮地利用 让非法势力既干涉国内政治又干涉国际事务 显然操纵他的人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比他更坏的人 一旦有机会 他们就会用这个人取代他 这场大重构注定要失败 因为策划这场大重构的人不明白 还有人愿意走上街头捍卫自己的权利 保护自己的亲人 给自己的子孙一个未来 在光明之子坚定而勇敢的反对面前 全球主义非人道的大同计划将会悲惨地遭到失败 但在我们这一边 我们有全能的主 有排兵布阵准备战斗的神 还有最神圣的圣女 神如果支持我们 谁还能反对我们呢 总统先生 你很清楚 在这个关键时刻 美利坚合众国被认为是防御墙 全球主义倡导者所宣布的战争已经发动 因为许多用祈祷支持您的人 正热切地为您恳求 带着这种上天的希望 和我为您 为第一夫人和您的盟友祈祷的保证 我全心全意地向您送上我的祝福 据中东时报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艾斯珀10月29日抵达以色列进行访问 与以色列国防部长甘茨和总统内塔尼亚胡举行了会谈 据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的高级消息人士透露 艾斯珀告诉官员们 川普总统已经批准出售F22战斗机和精准制导炸弹 此前 甘茨两次访问华盛顿时提出了一长串的要求 包括增加军事支持和另一个F35战斗机中队 先进的F15战斗机 V12轻转旋翼机以及KC46加油机 以色列还要求获得重达14吨的智能炸弹以及F22战机 这是唯一可以携带这种炸弹的型号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承诺不向世界上任何国家出售这种炸弹和飞机 同天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报道 两党众议员本周将在国会提出一项法案 要求美国国防部考虑向以色列出售能够穿透兼固地下设施的堡垒科型炸弹 该法案的目的是扩大以色列的军事优势 保护其免受伊朗威胁 主张该法案的民主党众议员乔西说 伊朗及其在该地区的代理人绝不可以用核武器威胁美国和以色列 该法案主张出售给以色列的是美军除核武器外威力最大的炸弹MAP 可以穿透60米的泥土和18米的混凝土 可以打进以色列邻近国家的任何地下设施 2008年通过的一项法案规定 美国向任何除以色列以外的中东国家出售武器 都必须保证不会削弱以色列的军事优势 军事分析家亚历克斯菲什曼说 埃斯珀来通知甘茨和内塔尼亚湖 美国已经批准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要求 他说 以色列有一项不成文的承诺 就是在获得全部援助之前 以色列将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 来应对未来十年可能出现的任何威胁 美国政府已承诺向以色列提供包括智能炸弹在内的新技术 以渗透到地下基地来对抗伊朗威胁 菲什曼称 华盛顿在技术领域的慷慨 让特拉维夫感到惊讶 并补充说 美国承诺改变和延长以色列偿还债务的时间表 这将使以色列能够签署购买大量武器的新合同 以色列与美国特殊关系 让美国的其他盟友望尘莫及 以色列不仅有特供版的F35 现在还将拥有F22和地宝炸弹 您现在观看的是期望看新闻节目 我是庭芳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 点击小铃铛订阅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